好 再来看一下主要规定 那这是什么 这个分包了 对吧 了解一下分包呢 要能具备哪些条件 任何一个个人是不能去重拦施工任务的 所以他要具备法人资格 要有相应的资机 要有相应的人员 要有相应的设备 什么意思呀 其实说白了 你不仅是个企业 你还要什么 要有相应的资质 因为你去申请资质的时候呢 就要考察你的注册资金 考察你的技术人员 考察你的施工设备嘛 人才机 好 合同管理 有权自主决定选择分包人员 任何单位呢不能指定分包 我可以自主决定哪些呢去分包 分包给谁 当然的话你需要报发包方备案 但是发包方呢是不能指定你去分包给谁的 这是这个地方啊 都是我们选择题的一些考点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我再讲又在那聊天了 对吧 看他讲的不好啊 好 下列属于转包的事啊 转包的话去年呢考了什么 考了下列属于违法分包的事 2018年考了 所以呢再考的概率呢就不是很高了 这种地方 好 什么叫转包呀 我给你一个苹果 你一口都不吃 你给了别人 那就转包 将全部工程给了别人 我给你一个苹果 你把它切四半 四半的话你一半都不留 然后呢全部直接以后给了别人 啊 这是我们的转包 那大家看一下分包 违法分包的话去年刚考过去 2016年的话也考过了一次 所以呢再考的概率呢就比较低了 他会跳着来考 那什么第一个 没有在现场设置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的 分包给没有享用资格的企业或个人的 什么以他人名义传染工程的 将不能分包的进行分包的 或者说是没有签订分包合同 而是呢没有报发报人备案的 或者说将分包工程再分包的 这都属于违法分包 这个呢跟法规教授呢是有点区别的 对吧 好了 第一个没有进行管理 第二个分包给没有资格的企业或个人 第三个以他人的名义传染工程 第四个不让你分包的你分包出去 或者没有签分包合同 未报发报人备案 或者说是进行再分包的 你得告诉他呀 对吧 你得告诉他 你说我把工程分包给谁了 你就分包出去 你不告诉发报人吗 这法规怎么学的呀 法规不是说了吗 将分包工程分包出去 需要事先取得建设单位的认可 要么事先呢 在总包合同里面约定哪些分包出去 要么呢 没有在合同里面约定 需要事先取得建设单位的同意 那这不就是去备案吗 去告诉他 我要将工程分包给谁吗 好 再来看 授权进行相关采购的时候呢 需要经过发报人的书面同意 为了确保分包合同旅行 对吧 我要求你提供履约担保 就是呢 你交纳一步的费用给我 万一呢 你跑了怎么办呢 就像前这一个同事 应该是两三年前之前吧 前同事的话 是在实际院工作 后来去了实际院 然后呢 他们这个实际院呢 是一个国企 将一个图纸呢 转包给了一个别家实际单元 咱们先不管这个转包呢 是对还是错啊 好 转包出去之后呢 临近交图纸了 还有一个月了 这家接受转包的单位呢 将这个工作呢退回来了 说我们不干了 那你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国企来说的话 是有应的损失吧 所以呢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那要交纳一个的履约担保 如果说你敢给我撂挑子 那我就扣你的钱 啊 这就是这个地方啊 来提供担保之后呢 如果要求提供付款担保的话 也应当与你提供 对吧 我说了 我不了挑子了 对吧 那我担心什么 我给你把活干完了之后 如果你不够钱 怎么办呢 哎 你得给我提高付款担保 那也是应当与你提供的 啊 这是这个 好 大家看一下第四个 分包人有权与承包人 共同享有分包工程的业界 对吧 分包工程 这个地方主要是专业工程 啊 这是有权享有业绩的啊 业绩呢 由重包人发布人的共同出具 也业 以分包业绩呢 去申请 去重建工程的 应当于认可 以分包的业绩 去申请资质的话 也应当于去认可 下边这句话 注意一下 考过案例题 啊 劳务合作 不属于施工分包 虽然呢 它是不能以啊 分包人的名义 去申请业绩的 而且呢 也不能出具 这个啊 分劳务分包 不属于分包 劳务分包的话 不属于施工任务的分包 所以呢 它是不能去申请业绩的 申请了之后呢 也是不与啊 出具的 这个地方呢 考虑到案例题 它怎么考的 它就说 施工企业 属于总包 将部分专专业工程呢 给了另一家企业 将劳务作业给了A企业 然后呢 事后呢 A企业呢 去申请业绩 问你 给不给啊 不给 为什么 因为它属于啊 施工劳务企业 不能去申请业绩啊 就这样 好 你来看一下这道题 人家不都跟你说了吗 做的项目吗 好 下来可以作为成员的是 初步设计单位 施工图设计单位 待见单位和监理单位 对吧 我们这个说什么 设计施工总包吧 什么时候开展设计施工总包 有了初步设计图设 有了草图之后呢 再开始 那根据草图的话 我就要去画施工图 对吧 那肯定是 它呢 是可以去做总包 做总成包的 好 再来看一下 下来属于违法分包的事 这是16年的真题 18年的没有给大家放 来看一下16年的这一个 第一个 将全部工程分解以后 以分包的名义 分包出去 这属于什么 属于转包 对吧 以他人名义承揽的 未列入投标文件 但因工程变工 增加了有特殊要求的 专享工程 且按规定 无需进行招标 经发报人同意 进行分包的 这个 这个我说的很好呀 这个属于违法分包吗 没有呀 哎呀 怎么啦 按照规定 无需招标 对吧 且呢 发报人呢 也同意了 我就分包出去 很好呀 按照相关规定嘛 然后呢 将 发报人 将某项工程 直接发包的 这属于什么呀 再来看一下 第一权项属于什么 怎么选24呀 这叫单样性的题呀 怎么选4呢 这个地方是违法分包吧 违法分包的话 哇 我得去问问徐老师 他们到底怎么讲的啊 你们这 得让他背锅了 对吧 发包人将工程 发包出去的话 那叫发包 对吧 总包将工程 分 这个地方问的是 违法分包 说的是总包的行为 人家这个地方是 发包人的行为 对吧 所以说什么 是选B呀 怎么去换D了呢 是违法发包 D的话是违法 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是违法发包 违法发包 你要说到空吗 也不是空呀 就是只不过呢 就说大家学的不扎实嘛 把法规里边东西都给忘掉了嘛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 1023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每年必考一道题的啊 当然有的年份呢 可能呢 就说 但基本上是每 基本上是每年必考的啊 信用信息管理 来看一下信用信息的内容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呢 包括什么 包括从业单位的基本信息 包括表彰率的良好行为 包括不良行为和信用的评价啊 给你一个 你看 其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怎么搜啊 你就搜那个什么 北京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就给你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去之后呢 就会出现了 你看 给你个起 你随便点一个提议 有企业的基本信息啊 有它的资质啦 人员啦 业绩啦 信用评价啦 良好行为 不良行为啦 等等 都会显示 主要的话就这个 一个呢 是基本信息 一个是良好 不良 和性的评价 啊 来看 哪些属于基本信息啊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来看 第一个呢 什么 单位的名称啦 法的代表人啦 等等 第二个呢 相关的财务啦 第三个呢 资质资格啦 第四个呢 相关的人员啦 第五个呢 注意一下 什么 是自有设备的 基本情况 不是租赁的设备 是自有的设备啊 是自有的设备啊 第六个呢 是近五年的业绩 来这两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如果说下列属于 从业单位 基本信息的事 你要注意一下 第五个和第六个 是自有的设备 不是租赁的设备啊 租的也不算你的 对吧 然后呢 是近五年的业绩啊 不是近三年的 也不是近八年的 是什么 是近五年的 好 这两个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再来看 表彰类的良好行为啊 表彰类的话 你注意一下这个点就行了 给你的表彰 是最高信用等级 如果是AA级的话 给你记录 那不良的话 主要指的是什么 最低的地级的记录 掌握住这两个就行了 来再接着看时间 从业的基本信息的话 是长期的 只要你这个公司还有 那就是长期公布 那表彰类的良好行为 和不良行为的话 就因为两年 这个跟法规呢 有点不一样 法规的话 主要都说是建筑市场 就是建筑业 那就是什么 要么是不良的话 是六个月到三年 良好的话是三年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不管是良好还是不良 一律公布两年 当然的话 还有一个信用评价 每年呢 给他评定一次 他的信用的话 是如何的 是一年 好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信用评价 评价的话 是每年展开一次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公布一年 对吧 如果第二年 你不去参加本省份的话 信用评价的话 那你在该省份的话 是没有的啊 就说 我们这个信用评价 你想进入哪个省 你就要参与该省的信用评价 每个省都有他自己的信用评价 然后呢 评完了之后呢 他上报国务院交通部门 再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交通部门的信用评价 那如果说你今年呢 没有参加北京市的信用评价 不好意思 在北京市呢 你就没有该评价了 所以那是什么 不管去哪都是每年展开一次 评价什么呀 评价你的投标行为 评价你的合同履约行为 评价你的什么 其他行为 就是一些有没有违法啦 之类的啊 招投标行为 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啊 以单次投标 是吧 如果说的话 你在这个项目上投了三次标 那就评价三次 你签了三个合同 那就什么 以单个合同呢 作为一个评价人 你签几个合同 评价几次 你不能说呢 作为一次评价啊 说你单次 单次啊 他的出数值呢 是一百分 进行一个扣减 啊 那投标行为 谁招标 谁评价 对吧 招标人评价 那履约行为的话 是由法人呢 来项目的法人呢 来负责评价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招标人 不一定是法人 有的时候呢 招标人跟项目的法人呢 是一个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嘛 公路的话 他一般呢 都是政府投资 对吧 那政府投资的话 他肯定属于这个项目的法人 但是呢 他找一个代件单位 代为管理嘛 所以呢 他找那个代件单位呢 来做这个招标人 对吧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招标人跟法人呢 可以是同一个人 也可以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呢 注意一下 投标行为 是由招标人来评价的 而履约行为的话 是由法人来评价的 为什么呀 你看到吗 招投标 招投标嘛 投标的时候呢 不叫面对是招标人吗 履约的话 是不是要签合同啊 跟谁签啊 跟法人去签合同啊 所以呢 是项目法人 那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 是由当地的什么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 来负责评价 好 来看 评价的等级呢 分为五个等级 ABCD 外加AA级 满分的话是100分 对吧 由于这样来想嘛 ABCD四个等级 满分100分的话 多少分及格 60分及格 对吧 100 那好了 那这个D的话 肯定是信用差的 那懂吗 小于60分的话 算D级 那中间的话 有七八九 对吧 你想 这60100都是总数 除此之外的话 都是带五的 60是及格 满分的话是100 小于60的话 是D级 好了 没有超过100的 那中间的话 是两头带零 中间带五 60 75 85 95 大于等于60 小于75的话 算什么 算C级 75 大于等于75 小于85的话 算B级 大于等于85 小于95的话 算A级 95到100的话 算AA级 予以判断 就这样来记 是吧 60100是带零的 中间的是75 85 95 是大于等于小于 是大于等于小于 这中间的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好 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了 你如果你们公司啊 被某一个省份 评为了D级企业 那在全国的话 那就直接评为什么 评为了C级 我们刚刚说了 你进入某一个省份 就要接受该省份的信用评价 这是省评价 那在全国范围的话 还有一个全国评价 那这个全国评价 它是怎么来的 它就根据各个省份 对你的评价 予以综合 如果说你去了三个省份评价 对吧 其中呢 北京给你们公司呢 是A级 上海给你们公司呢 是A级 天津给你们公司的话 是D级 那你们公司在全国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C级 如果说被两个省份评为了D级了 你看北京给你A级 上海给你D级 天津给你D级 那你在全国范围的等级的话 就是D级 逐级上升 就是D升C C升B B升A A升A 每年只能上升一个 不能越级 有效期是一年 再来看 企业资质升级 跟等级不一样 不变 资质升级 信用评价等级不变 就是说你资质升上去了 你的信用呢 是不变的 这就说一下 你有很多的钱 对吧 经常我们最近的话 是不是又出现一个 几百万追捕他 是一百万追捕他 你有钱 你的信用好吗 不是啊 对吧 虽然说你的资质上上去了 但是你的信用的话 是不变的 然后呢 企业如果发生分离的话 那肯定是去重新申请信用等级 但是不能超过原评价等级 比如举个例子啊 原来这个假公司的话 它是A级的一个信用评价 现在呢 分裂成了一柄两个公司 那这两个公司的话 用到去重新呢 申请信用评价 那他们的最高级别呢 就是A级 哪怕你的分数呢 再高 你也不能是AA级 你不能超过原有的等级 如果说两家企业合并 那就按照什么 按照较低的等级呢 去确定 啊 好 企业的话 在某个省份的话 可以怎么办 可以使用本省份的评价结果 也可以使用全国的 当然到底用省的 还用全国的话 看当省的一个 我们现在不就说吗 哎 一件的话 是可以当做终极之冲来用了 对吧 那到底能不能用啊 看企业 对吧 不就这样吗 哎 你可以用全国的 也用省的 那到底能不能用全国的呀 得看人家当地认不认 认不认 好 联合体才有投标的 信用等级按照联合体 最低的呢 来确定 最低的来确定 好 前方的是不是有个地方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好 来看一下 他18年的话 就考了这个地方 来看 好 下来说发生错误的是 投标行为 由招标人负责 信用评价 结果有些几年 是不是一年啊 错了 企业资质升级 评价等级不变 联合体才能投标的 按照联合体最低的呢 去确定 都是一样的 按低的 所以答案呢 是选B 好 再来看一下16年的这道题 下来关于评价等级说法中 错误的是 资质升级 评价等级不变 企业分立的 按照 按照新的来确定 但不能高于原等级 企业合并的 按照合并前 新的等级较高的呢 来确定 联合体参与投标的 按照等级什么 联合体最低的一个 哪一个 是选什么 是不是选C啊 你会发现的话 做真题呢 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对吧 选择题呢 它起码有重复的 好 答案呢 是选C 好 再来看一下设计变工 在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讲过什么 讲过工程变工 但这个地方呢 是设计变工 有人多次去问 到底两者有什么区别 其实那你没有想吗 工程变工呢 它是包括设计变工的 设计变工 属于工程变工的一部分 那是什么 当然你这个地方呢 那又说 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去批准呢 你想想 我设计变工 变的是什么呀 变的是图纸吧 图纸能随便变吗 是不能变的 你改变了图纸 那你需要有 有关部门的批准吧 批准完了之后呢 说明了 你这个设计呢 是可以变工了 变工了完了之后呢 设计此时走完了 图纸完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干什么 再去走相用的 工程变工的批准手续 先把图纸给它批下来 你想想图纸不批 你怎么能走变工呢 对吧 图纸不批 你变工什么呀 什么也别想变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主要的是这 图纸找谁去审批 图纸审批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走什么 走真正的工程变工那一步 对吧 该去找总监批的 找总监批 该找业主批的 找业主批 该找国家发改委 同意的 找国家发改委 同意 所以呢 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和联系 好 设计变工呢 有以下三种变工 有重大设计变工 有较大设计变工 和一般设计变工 那在这里边的话 一般设计变工 你不用去管了 有人特别喜欢纠结 说你就告诉我 哪些属于一般设计变工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对吧 它不是重大设计变工 它不是较大设计变工 那不就属于一般设计变工了吗 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你就注意一下 不属于较大的 不属于重大的 那肯定就属于一般的 那它是由项目的法人呢 去批准 去审批 好 那么来看一下 哪些属于重大的 哪些属于较大的 那重大的话 是由交通部负责审批 而我们的这叫较大的话 是由省级的主管部门呢 去审批啊 这两个注意一下啊 这个呢 经常喜欢来考察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东西 第一个啊 路线发生调整的 连续长度的 十千米以上的路线有变化 叫重大 如果没有超过十千米 在两千米以上的话 那就属于较大的 那没有超过两千米 那不就属于一般的吗 然后呢 再来看 特大桥的数量发生了变化 特大桥要么指的是 总跨大约一千 要么指的是单跨大约一百五 啊 总跨大约一千 单跨大约一百五 只要有一个满足 那就属于特大桥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地方有什么 是大中桥的数量发生了变化 啊 本来呢 我修桥 现在不修了 我修路 对吧 本来是修两座桥 现在是修三座桥 所以呢 这什么结构了 或者数量发生变化 总跨大约30米 单跨大约20米的 就属于大中桥了 对吧 没有超过一千 没有超过一百五 那就往大中桥上去走 很少让你去考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一下 一般设计变工是很少去考的啊 再来看 特长隧道 是吧 大约三千米的隧道 属于特长隧道啊 发生变化 那你来看 较大 只要是隧道 没有超过三千米 那都属于较大 那这个地方 跟一般就没有关系了 隧道那都属于 要么属于较大 要么属于重大啊 再来看第四个 是吧 超过初步设计概算的 初步设计概算 你要明白 这个呢 是需要发改委去批的 啊 是发改委给你批的 所以呢 你要需要什么 超过什么 交通部门 而我们这个地方什么 是施工图设计批准概算 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强用了 对吧 所以呢 是找什么 找较大实际变工 啊 较大实际变工 好 在这里边的话 给大家注意一下 你就这样来记就行了 我们的第四个和第七个的话啊 初步设计概算 和施工图设计批准概算 他如果要考这个地方 他会这样考 某个施工单位呢 进行了一个修改 然后呢 工程的变工额 超过了初步设计批准概算 或者说某个工程的变工额 超过了施工图设计批准概算 那你去好判断 除此之外 他不会去考别的了 要么他会考 说没有超过初步设计概算 但是超过了施工图的批准设计概算 他不一样 他明显的考这个点 对吧 所以呢 你就不用去纠结那个地方 你就找不出关键词 哪个属于重大的 哪个属于较大的就行 好了 唯独有一个地方跟前有关系的 你看啊 哪怕没有超过十千米 没有超过特大桥 没有是特长隧道 对吧 两千米 在这地方有一个 说除此之外 是跟乔跟路有关系的 其他的超过多少钱 超过五百万的时候呢 才算是较大实际变工 这个地方呢 就听我说了啊 如果在做题的时候啊 做题的时候 没有设计概算 这两个句话 你就听我怎么做题啊 在题杆里边 如果没有出现设计概算 这几个字 出现了钱的话 一律往什么上靠就行了 往较大实际变工上靠就行了 超过五百万算较大 没有超过五百万算一般 没有重大一说 五百万啊 听我说啊 如果出现数值 具体钱的数值的话 在题杆里边 有超过 没有说是批准概算 这几个词言 只要有钱 你就看一下五百万就行了 超过五百万 较大 没有超五万 是一般 在我们的重大实际变工里边 是没有前一说的 啊 没有前一说的啊 好 其他的什么 特殊不良啦 路面结构啦 等等 那都属于较大实际变工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 你只需要把这两个给记住就行了啊 给搞清楚就行了 好 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这道题 他问的什么 根据相关规定 判定该世界变工属于哪级 说明理由 问题啊 找谁呢 去审批 你来看啊 某段高速公路呢 装号呢 是这个 贺载等级呢 为重交通 然后呢 在9362处呢 有一个7乘以30米的一个梁 7块 每一块30米 对吧 总共多少 总共呢 是210米 桥梁的造价呢 是1000万元 然后呢 在9100 9600时候呢 如图 这个不用管了啊 就业主设计 监理施工呢 等线上考察 综合各方面因素 提出设计变工 将桥梁变工为路低 变工后的路基呢 如图所示 你就不用管了 那你看一下啊 看一下 在这里边的话 有有一个1000万 对吧 那你看 他有没有说是盖算的问题啊 没有说吧 没有说的话 你就可以说 往500万上去靠嘛 对吧 超过500万 算较大实际变工 没有超过500万的话 算什么 算一般实际变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你来看 本来我这个地方是修球 现在的话 我修什么 是修路了吧 是不我改变了桥的一个数量呀 或者结构形式啊 所以我们直接到这个地方呢 本来呢 是修桥的 现在修路了 我们就什么 改变了桥的数量 或结构形式 那算什么呀 你来看 七块乘以30米 我们说了 对于特大桥来说的话 要么是1000米 要么是150米 没有超过吧 没有超过的话 再来看 下面这个地方 要么是30米 要么是20米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是210米和30米 明显的超过了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属于是吧 属于大中桥 对吧 大中桥 那这个地方肯定算什么了 算是我们说的 属于较大实际变工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将大中桥的数量呢 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由省级的交广部门上进行审批 交广部门属于审批 好 那有人是 还有机会再问 还有人还会再问 再问 那你说了吗 我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 我根据球判断出来 它属于重大实际变工 根据钱的话 在哪在这 对吧 属于较大实际变工 那它到底属于哪个变工 那肯定往高了走 对吧 是不是往高了走 往高了走 好 再来看我们的下边 招投标的管理规定 来看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来给大家说一下就行 对了 就是这个钱的话 真的啊 这个钱的话 也没有说是超过 对吧 确实呢 这个浪迹天涯的话 说的也对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本来的是造价1000万元 但是我现在改路了 有没有发生价格的变化呀 没有说 对吧 没有说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 就是给你提了一个点 就确实很好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跟 给你桥的一个变化 本来呢 是修桥 现在不修桥 修路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人家给的理由呢 也是什么 也桥的数量发生变化 对了 只能按照桥 确实很好啊 很好 好 来看一下招图标的问题 第一个 项目履行了审批 或核准手续之后呢 方能开展 这勘察是你招图标 你批了之后呢 你才有招标啊 我不立项 你怎么呢 去勘察是你招标呢 好 先给你出现一个 初步的图纸 草图 说初步设计文件 批准之后呢 方能开展 监理和设计施工 总包招标 那施工图 他们出了施工图文件 施工图文件 有了之后呢 方可开展 施工招标 好 这是我们说的 最一个地方 再来看 有下来清晰之一的 可以不招标 第一个呢 什么 跟国家安全有关的 第二个呢 国家秘密有关的 第三个 强险救灾有关的 或者什么呀 哎 利用扶贫资金 实行 以工代振 需要使用农民工的 这个地方呢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有人可能进行考法规 所以呢 我一块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法规的话 这属于一个高频考点 如果考试说 下列哪些可以不招标 考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啊 利用扶贫资金 以工代振 需要使用农民工 这是一句完整的话 如果说只有利用扶贫资金 使用以工代振 没有农民工 或者只有农民工 没有以工代振 那都是不对的啊 什么时候可以不招标呀 哎 利用扶贫资金 以工代振 而且呢 是农民工 然后呢 大家看 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 专利就你家有 唯一性 那肯定不用招标 对吧 自身具有相关的能力 我是发包方 我有什么 我有施工的资质 而且呢 我本身的这个资质 也满足要求 那我就可以不招标呀 好 以通过招标方式 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人 依法能够自行施工 或提供服务的 本来呢 是一个政府的项目 我通过招投标呢 选了个民间的来投资 他本身呢 有能力去建设 那也可以不用招标 好 需要向原证标人采购工程或服务 否则的话 相影响施工或工农的配套使用 所以呢 也是可以不招标的 看啊 这个地方是否则呢 将影响工农的使用 而不是否则将影响工程造价 是影响工农的使用 好 这是我们的哪些可以不招标 好 再来看啊 那可以是设计施工总包招标 可以施工总包招标 还有什么 专业招标 有下列星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 好 第一个 要求的资质业绩等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 或与合同旅行无关 本来呢 就是一个路基的工程 非得让你有什么 我就让你去修个路基 非得让你有什么 乔梁的资质 那不现实啊 对吧 跟这个项目呢 没有关系啊 与需要不相适应 或者与合同旅行无关 要求潜在的投标人或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亲自来买文件 要求呢 你们公司的老板亲自来买 那也不行呀 非得老板来买吗 派个员工来买不行吗 是可以的啊 通过设备设置备案 登记 注册 分立 分制结构等 没有法律 形成法规 以及不合理条件 限制他们来进行 投标的也是不对啊 就是设置你 你必须呢 来我们这个本省里边呢 有过备案 你才能来投标 那也是不行的 这是什么 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 好 再来看第五个啊 第五个 招标人呢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编制标底或最高限价 标底和最高限价 不是必须要有的 可以自行决定 但是不能规定最低的投标限价 投标限价 你可以有最高的不能有最低的 投标保证金不能超过估算价的2% 我们这里边没有80万的限制 你也别在那纠结了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与投标有效期是一致的 如果要交钱 交投标保证金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从从前基本账户转出 就是什么 对公的账户 不能随便的找个账户去转 避免的发生围标串标等现象 有下一群之一的属于歧视性条款 以分包的工作量规模作为否决投标的条件 你没有分包出去 比如说你分包的太多了 我们认为你这个公司不行 对吧 属于歧视 或者你分包的太少了 不行 对投标人符合法律法规 以招标文件规定的分包计划 是吧 设定扣分条款 所以说我想去扣 我想去分包 你就给我扣分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歧视我 按照分包的工作量规模 进行区别评分 你分包了三个专业工程 给你扣10分 你分包了五个专业工程 给你扣20分 那这也是不行的 你其他不合理不用管了 对那都算是 都算就行 好 来看一下投标 投标的话就说是呢 一般呢 是两个信封 那一般的话 第一个信封的是吧 是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 第二个呢 是吧 是报价文件啊 注意下这个地方 我们是给两个文件的啊 一个呢 是商务技术 一个呢 是报价 按照要求送达之后呢 如果要修改 或撤回投标文件的话 你知道怎么 以书面的形式 通知招表人啊 修改的投标文件 也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好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可以撤回投标文件 那收取保证金的 一档字 收到撤回通知之前 五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 那投标截止之后 撤销投标文件的 哎 是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的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基本的履约概念 对吧 好了 这一天呢 停止招标 在这之前 你可以撤回你的投标文件 那如果说我收了你的投标保证金 那从收到你的通知日期 五日内退还 这一天呢 停止招标 在这之后 如果你还要撤的话 不好意思 我是可以不退还你的投标保证金的 啊 将证标项目部分分包的 应该提前说明啊 提前说明 好 再接着往下走啊 再接着往下走啊 开标的话 应该在截止的什么 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 投入时间 公开进销 6月12号 上午9点 开标 停止截标 那6月12号 上午9点呢 就去开标 少一三个的话 不能开标 只能重新招标 说投标人最少呢 是三个 开标的话 是由招标人主持 邀请所有的投标人的参加 如果有意义的话 当场提出 当场答复 如果说邀请你 你不来 那就视为呢 你对这个开标过程 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行 好 大家看 对于什么 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理的话 怎么办 应用当社采用的是综合评估 今年的话 二届呢 就这样考的 说公路工程 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理招标 可以采用综合评估的方法 错了 是什么 是综合评估 比如说了 对他的什么 商务文件啦 技术文件啦 报价文件呢 都去进行一个评分 然后呢 综合各方面里边 找一个最高的 来做中标人 好 这是综合的 那大家看 那对于施工来说的话 你可以用综合评估的 或者是什么报价最低的 就两种方式吧 对吧 我们在法国里边说了 要么你选评分最高的 就是各方面最好 要么你选价格最低的 这个综合评估的话 就是什么 有合理低价法 有技术评分等等 跟你说一下啊 有综合评分法 下面这句话呢 掌握一下 那一般来说的话 选择是什么 选择是合理低价法 或者是技术评分最低法 那对于我们的技术 特别复杂的话 用的是吧 用的是综合评分法 就是综合最高的 而对于规模比较小 含量比较低的话 用的是什么 经评审最低的一个投标报价 掌握住下面这两句话就行 比较简单的话 那就是报价最低的 比较复杂的话 那就是综合评分 下面这地方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 你看我们的综合评估法的话 有综合评分法 技术评分 还有个什么 合理低价法 他们有什么呀 那对于综合来说的话 去全评 评什么 评它的组织设计 评它的管理机构 评它的报价 评它的技术 而对于我们的技术评分来发的话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针对技术来说的 还有什么 还有低价法 那这个低价法的话 是什么 一个评标的基准价 是不是得了解一下就行 好 而什么 经过评审的最低报价法 就是什么 看一下它的评标价就行了 看它的报价就行了 这个地方你稍微了解一下 掌握着什么 综合评分法 是用于技术复杂的 而我们这个什么 经评审的最低的 是用于什么 工程规模 比较小的就行 好 再来看 应当自证标通知书 发出志气 30年钱合同 记者 是发出 不是收到 是发出 不是收到 按照招标文件 和投标文件 来签合同 对于标的 价格 质量 安全 期限等 应当是一致的 不能再签一个什么 背离 合同 实质性内容的 其他协议 比如说 我的报价 是5000万 报价 是5000万 那么签合同的时候 就要签5000万的合同 能不能签任励协议 这是不能的 是不能的 好 要求其提交 履约保证金的 应当去提交 来 履约保证金 是不是必须要交的 我这是跟你说的是 法规里边的东西 来 再读 对了 让你交 才交 不让你交的话 你傻也主要能交 所以履约保证金 不是必须要交的 当在招标 预约里边 要求你交的话 那你才去交 不超过 中标金额的 10% 所以在正常的 情况下的话 我们主要是交两个 一个是 投标保证金 是所有的 投标人去交的 一个是 履约保证金 只有中标人去交 对吧 这是两个 在招投标过程里边 出现的 当然后面还有什么 什么 我们的支付担保 什么的 质量保证金 等等 那是后期来说的 就在招投标过程中 里边就两个 一个是投标保证金 2% 估算价的2% 一个是履约保证金 就中标金额的 10% 就行了 在我们公路里边 没有那80万 你也别那么纠结 你纠结 我也不打理你 我们公路里边 没有那80万 好 你就按照我们公路来走 就行了 然后不能指定 或变相指定 履约担保金的一个 支付方式 一般是银行提供 保涵 现金 或者支票呢 来支付 好 再来看 哪些情况的话 是重新招标 是通过资格预审 少于三个的 投标人 少于三个的 所有投标均被否决的 或者说是 正标候选人 均不去签合同的 那我们怎么办 只能去重新招标 因为少于三个的话 是不能开标 只能重新招标 对吧 所有投标都被否决了 没有人了呀 重新招标 总共呢 就三个候选人 三个候选人均不去签合同 那你怎么办 只能重新招标 所以呢 这是一道选择题 好 来看一下这道题 现在哪一个可以不招标 第一个 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 对吧 唯一性 第二个 自身具有相应的资格和能力 第三个 需要向原正标人采购 否则将影响施工或功能配套 对吧 新宗的估价一千万 原正标单位具有施工能力 第二个 以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特许进行项目 依法能够自行施工 是吧 除了递选项 没有跟大家讲过 其他的话 我们怎么办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递选项没有说过 你就不用去管了 不用去管了 好 大家看一下验收 验收的话 也基本上是每年一道题 也基本上是每年一道题 我们公路的验收的话 是分为两阶段验收的 第一个叫交工验收 第二个才叫俊工验收 它跟建筑来说还是不一样 那交工验收的话 主要干什么 看一下你有没有把合同的完成 看一下工程的质量 看一下各参见单位的一个初步的评价 好了 通车试运行两年以后 我们再进行 俊工验收 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 质量参见单位建设项目的一个什么 综合评价 有没有问题 做出总体性的综合评价 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看一下什么 我们的项目完成的怎么样了 合同履行的怎么样了 然后两年以后 看一下指账 有没有完成整改 做一个什么 总体性的综合评价 两者是不一样 掌握住 交工验收的话 是做的什么 做的是综合评价就行 好 来看 交工验收和俊工验收的一个依据 稍微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有什么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原则报告 什么设计图纸 施工许可 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好 我们来看 重点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哪些属于交工验收 应当具备的条件 哪些属于俊工验收 应当具备的条件 这个地方的话 要么他不考 要考的话 肯定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属于交工验收 具备条件事 下列属于俊工验收 具备条件事 两者容易记混 那我们怎么来记 多项选择题 两个到三个选项即可 所以你就听我的 掌握住 我要求你记的就行了 而且是对比着来记 首先第一个 我们交工验收 主要是来看 你有没有干完活 对吧 所以第一个要看一下 合同内容是否完成 而且是全部完成 而不是主要完成 是各项内容 全都干完了 你先去交工 好了 在交工的时候 首先施工大部分 先自检合格 然后出具一个总结报告 施工大部分 自检合格之后 交给监理 由监理进行一个 平定合格 之后再出具一个 总结报告 好了 在我们的交工里边 就只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施工 一个是监理 一个是自检报告 总结报告 一个是什么 平定合格书 一个是什么 总结报告 好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第四个 只让监督机构 出具检测意见 好 先看这几个就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竣工验收 通车实行两年以上 这个呢 邀记长 两年以后才能进行 竣工验收 当然是个基本条件 然后呢 再来看我们的什么 来看第六条 各参见单位的工作 总结报告 这个地方呢 什么 是施工监理的 总结报告 这个地方有什么 设计啦 勘查啦 施工啦 监理等等 这个各参见单位 好 再来看 只让监督机构 出具设检测意见 这个地方是什么 只让监督机构 形成的是 鉴定报告 一个呢是意见 一个呢是报告 好 那这 这是我们说的 需要大家区别出去记得 除此之外的话 你再看一下第五条 竣工文件 按照有关要求 完成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的收集等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条 竣工文件 已经完成了 归档方位 好了 两者都是竣工文件 对吧 一个长 一个短 一个呢是三四五 一个呢是什么 全部的一个归档 所以这两个呢 也是好区分 就是这样来区分就行了 好 除此之外 你看第二条 交供验收提出的问题 那就说明了 我的交供验收呢 已经干完了 这个时候呢 是竣工验收 对吧 工程决算 决算了 就进入最后了 对吧 什么 哎 竣工决算 一般呢 他会统一呢 都出现 工程决算编制完成 竣工结算呢 已经完成 你看 竣工了 对吧 啊 竣工决算 好了 还有什么 党案了 环保了 单向验收合格 土地使用手续呢 已经办理 好 没必要呢 把所有答案呢 都给他选出来 就像我跟你说的 把他来的区分点呢 找出来 请一个选择就行 啊 区分点 好 来看一下验收的程序 对吧 验收的话 首先是交工验收 首先怎么办 施工单位呢 先自检 提供一个自检评定资料 和施工总结报告 监理呢 接触到了他的自检 合格了之后呢 怎么办 进行一个质量评定 和监理的工作总结报告 最后呢 他有什么 独立的抽检 抽检资料 好 这个地方呢 按理题呢 考察过2017年的二届 就是呢 施工单位呢 完成了自检 需要提交什么 啊 就是自检评定资料 和施工总结报告 监理呢 接受到了他的自检 合格之后呢 进行一个什么 指令的总体评定 和监理的工作总结报告 外加一个什么 哎 独立的抽检资料 就消 好 没有问题之后呢 哎 通过交工验收的合同段 提交的什么 是发布的什么 公路工程验收证书 是证书啊 单个段是证书或者是意见 啊 单个的话是证书或意见 总体完成了之后的话 才出报告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单个来说的话 就是总结 或者阶段性的话 一般的是吧 证书啦 或者是意见 如果是全有都完成了之后呢 才是啊 报告啊 才是报告 好 在交控的时候呢 等级呢 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大于等于75分合格 小于75分不合格 就行 好 那来看一下 郡公验收 验收什么东西 稍微了解一下 哪些就行了 哎 看法人设计 监理 施工 接管养护等单位 他是应当参加验收工作的 啊 郡公验收 但是他们不能作为 郡公验收委员会的成员 今年的话 一二件呢 也这样考的 说下列哪一个单位 是不能作为 郡公验收委员会成员的 哪一个 哎 就是建设五方主体 就行了 法人设计 监理 施工 接管养护等单位 接管养护就行 啊 这个地方也考过 对吧 是不是考过 好 那他的话 就在郡公验收的时候呢 就要分为以下几个了啊 大于等于90分 是优良 小于90分 大于等于75分呢 是合格 是合格 小于75分的话 是不合格 因为在交工验收的话 它只是一个阶段验收 那就是合格 不合格 对吧 合格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最终的郡公验收 郡公验收的时候呢 分为优良 合格 不合格 大于等于75分 小于90分的话 是合格 大于等于90分的话 算是优良 小于75分的话 是不合格 因为怎么呢 我们最终的这个项目呢 已经完成了 已经郡公了 对吧 所以进行一个什么 最终的一个评价 有优良了 有优良了 好 你来看一下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是这样来考的啊 说法中正确的有 第一个 郡公验收委员会 由交通主管部门 项目法人 质量监督部门代表组成 哪个错了 哎 没有 法人 通车适应行 两年以上 进行郡公验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郡公验收的 质量等级 分为合格不合格 我说了 郡公验收 合格不合格 郡公验收的话 什么 优良 合格不合格 啊 通过交公验收的合同段 用当及时颁发 验收 证书 我们说了 对吧 阶段验收 是证书 而最终的话 什么 是报告 啊 然后呢 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啊 这是一个验收的依据 所以答案呢 选什么 选B D E 啊 B第一 啊 B肯定不能选错呀 啊 B肯定不能选错啊 再来看这道题 这是15年的一道真题啊 一这是一件这样来考的 下来属于郡公验收的内容都是 第一个进行初步评价 第二个合同是否全面执行 第三个进行抽点资料 第四个进行综合评价 我说过 怎么办呢 郡公验收就是什么 整体性的综合评价 这就是什么 选我们的第四个不就行了吗 选第四个就行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节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 再来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节的话会考案例题 啊 案例题 好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安全收散条件 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降低安全收散条件 从事相关建设活动 应当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资质证书 相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收散管理人呢 应当培训并且考核合格 持终上岛 好 再来看 应当配备生产管理机构或专职安全员 怎么来配备啊 按照年度施工产值呢 来配备啊 按照我这一年的产值呢 来配备 每五千呢 配备一名安全员啊 不足五千的话 也要配备一名 五千万元以上 不足两亿的话 每五千呢 配备一个 那两亿元以上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至少呢 是五名啊 那你说了 老师呢 三亿四亿五亿呢 你不用管那么多了 你就这样来借 两亿元以上的话 那就是啊 最少不少于五名就行 然后呢 且按照 专业呢 去配备啊 按照专业呢 去配备 你看 按照土间的啦 集电的啦 综合的来配备安全员 啊 这个地方呢 考过了啊 考过一次 他如果这样说 让你去算的话 他肯定是算 两亿元以内的啊 两亿元以内的啊 或者说的是啊 如果说 真要考两亿元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说年度产值呢 正好呢 是两亿元 啊 如果是要考计算题呢 啊 问一下 写那些 某施工单位的年度产值呢 是两亿元 问你要配备多少个安全员啊 A 五个 B 四个 C 三个 啊 D 两个吧 问你要 至少配备 选哪一个 哎 是什么 哎 是我们的 至少要配备五名啊 五名啊 好 再来看 从业单位呢 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 培训不合格 不能上岗作业 如果是特种作业的话 一定要经过什么 取得相当资格 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中书之后呢 方可上岗作业 啊 然后呢 发膜滑膜这个地方讲过 如果要投入使用钱 由施工单位呢 进行组织验收 啊 安全费用呢 单独计价 不能作为竞争性报价 经过监理审核签字 不能呢 挪用 啊 用到严格呢 为相关人呐 缴纳工伤保险 是所有的工作人呐 都要缴纳工伤保险 但是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呢 再去缴纳意外伤害险 既然保险 工伤保险 所有人都交 而意外险的话 是鼓励交的 是吧 是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呢 再去交意外险 就行 好 你来看一下18年的这道题啊 18年的这道题 他问你说 世界一中逐条判断 是否正确 并改正错误 来看一下 我不说了吗 2亿元以上 大于等于2亿元呀 最少5个呀 来看第一个里边有没有错误 错了吧 连2.1亿元配备了三名 那云长怎么办 至少5名 就大约等于2亿的话 就至少能是5个 且按专业分配 然后第二个有没有错误 第二个有没有错误 第一个 风险评估结论 对风险等级 较高的分布分享工程 编制 拽上施工方案 复具安全验算结果 经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报监理批准 怎么又说总监了呢 为什么说总监呢 想不想是上次我讲这个地方 直接在直播间又开嘴了 对吧 这个地方是对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了 是风险等级较高的 有风险是可控的 你可以给它消灭掉 所以呢 找监理去报批就行了 而对于危险性较大的 分布分享工程 是什么 是危险性较大的 一看呀 这个课呀 就白听呀 是危险性较大的 才找什么 才找总监呀 对吧 你不能光听呀 忘记了 还有意思说忘记了啊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还找 还建设单位同意 哪说那些东西了吗 我们不就说了吗 风险等级较高的 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 签字之后呢 报监理签字 危险性较大的话 是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签字 报总监签字 对吧 啊 这个地方的话 好 所以呢 第二条呢 是中确啊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安全责任 建立安全责任制 对吧 使用总包的 由总包呢 对现场的安全呢 负总责 分包单位呢 应该服从总包的管理 不服从管理 导致事故的话 由分包单位承担 主要责任啊 总包呢 负总责 没有不一致 只是呢 多了点东西 你不自己 自己不去记而已啊 我当时专门给你讲过了啊 事故单位呢 将专业分包单位 劳务合作单位的作业人员呢 及实行人员呢 纳入本单位的统一管理 新进人员 新的现场 新的岗位呢 进行培训考核 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新材料 培训好考核 考核合格 方能上岗作业 对吧 项目 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呢 进行一个安全技术交底 双方签字啊 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 就行 好 再来看一下安全风险评估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 这是我们主要的案例考察点 当然的话 哪些呢 进行评估 他考的比较小 但是呢 评估之后 如果做到一些问题 他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好 这里的话 我先讲桥梁 再讲高路倩 高 啊 好 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啊 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是安全风险评估 对吧 好了 对于桥梁工程来说 哪些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呢 第一个 掌握这个去了 跨境大于等于140米的粮食桥 有人特别纠结 到底是总跨还是单跨呢 你想想 总跨140米啊 那就说了 有好几个小跨 加起来140米 那多安全呀 对吧 一般这个地方呢 指的是单跨大于等于140米啊 单跨大于等于 你有危险才风险评估呀 你很安全的话 评估是什么呀 我才不评估呢 对吧 所以那是单跨大于等于140米的粮食桥 然后呢 蹲高或净空到高于100米的桥梁工程 采用新材料 新结构 新工艺 新技术的特大桥 大桥 环境复杂 施工工艺复杂的话 我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因为这些地方的话 它才有风险啊 才有风险 好 再来看隧道 隧道的话 也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哪些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就行了 地质条件 室温条件相对比较复杂的 有风险 长度大于3000米以上的隧道 有风险 好 分开啊 或者说什么 四五级的维言 连续长度超过50米 或者没有连续超过50米 但是合计起来 占总长 30%以上的隧道 也需要做风险评估 风险 有风险 然后进而会导致危险 所以呢 3000米以上的肯定要做 或者说是吧 四五级维言 连续超过50米 或者没有超过50米 但总长 占全长30%以上的话 需要 好 其他了 新技术 新材料 新设备等等 环境复杂 施工工艺复杂 需要 好 需要我给你掌握的 考试的时候呢 就主要进入这个地方 而且 如果真要考的话 隧道的这个地方 考的概率呢 比较大 尤其是我们的 第三条和第一条 可能会考 说 问你该隧道 是否要做风险评估 你有记者 看一下 是否地质条件 比较复杂 是否呢 超过3000米 或者说是超过50米 等等啊 我说错了吗 是65级 是吧 是65级 是吧 65级 4级 不好意思啊 65级啊 这地方说一下 是长度3000米以上 然后呢65级的威严 你看啊 今年的话 二级呢 也是这样考的 对吧 他把这个什么 正常来说是5 然后呢 5和6级 对吧 然后呢 今年二级的话 他也这样改的 他改什么 65级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确实呢 稍微一不注意的话 脑子里边也就犯魂了啊 是65级的威严 或者56级的威严呢 连续长度超过50米 或占总长的30%以上 好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个地方啊 这两个地方 好 然后呢 怎么来进行呀 来看 他分为总体的风险评估 和专项的风险评估 首先的话 先进行总体风险评估 根据什么 根据他的地质条件啦 规模啦等等 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来根据他的规模 地质条件 气候来打分 打完分之后呢 来进行评级 如果说是在 这个地方不用你记啊 你要记住前面 这个地方就行了 如果说 在14分以上的话 是4级 风险极高 如果是8到13分的话 是3级高度风险 如果是5到8分的话 2级 0到4分的话是1级 你就记着 我们的风险的话 它是分为4级的 123级 如果说总体风险评估的 等级 在3级或4级的时候呢 就要进行专项的 风险评估了 当桥梁会隧道 总体风险评估等级 达到3级以上的时候呢 需要进行专项的 风险评估 啊 就掌握住 这句话就行 这句话 去年考过了 17年考过了 15年考过了 还有人往空里去跳 啊 好 那评估的时候呢 有什么呀 包括以下工作 啊 制定评估计划 选择评估方法 开展风险评估 进行风险的估测 确定等级 提出相应的建议 编制报告 这也是要稍微的了解一下 就行了 就是评估要做什么东西啊 首先的话 我们就有计划 对吧 然后呢 选择方法 然后呢 进行什么 进行相关的分析 估测 没有问题之后呢 确定等级 提出建议 编制报告 啊 这是他的相关的工作 啊 这个报告 希望大家的 重点呢 要去记 啊 重点要去记 什么意思 就来看一下 报告有哪些内容 啊 原则上的话 风险评估呢 由施工单位呢 去负责 啊 有负责 好 报告内容 有哪些重点来记 我跟大家讲过了 不管是报告 还是方案 留两个 肯定是不能忘记的 一个呢 是依据 一个呢 是工程 盖矿 这两个肯定是漏不掉的 除此之外的话 掌握着什么 我想去评估 有哪 什么样的评估方法 我怎么去评估的 评估的步骤 我评估了什么 内容 我最终的结论 什么 以及相关的建议 好 再来记 评估的依据工程 概况 这两个呢 不用记了 然后呢 评估的方法 评估的步骤 评估的内容 评估的结论 以及对策建议 掌握着这五个案例题的补充题 这个地方考过 很重要 好 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重点掌握 当设计方案 施工方案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施工队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呢 也需要重新行风险评估 刚才给大家讲过的道题 对吧 本来呢 我是修桥的 然后呢 修路 问你要不要做风险评估 我说的表不需要你去看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理解的 而且呢 实际上你不是有讲义的 你要有讲义的话 不就有了吗 对吧 为什么要要呀 因为我们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 均发生了改变了 对吧 改变了 好 再来看一下高路嵌的 我给大家讲完这个地方吧 估计是后边这些点的话 后边给大家录播一下吧 行吧 今天就讲这 好 来看 高边坡 来 什么叫高边坡 来 这啊 土方大于20米 石方大于30米 属于高边坡 好 这个地方的先明片 第一个点啊 土 二 石 如果说是 它属于滑坡体 岩堆体 等不良地质的 膨胀土 高液线土 等特殊岩段的 啊 第三个 是吧 不良地质 虽然说 虽然说小于20 或小于30 第四个 特殊地质的 小于20 或小于30 还有什么 临近居住区 地下管线分布区等 那也需要做风险评估啊 单纯的大于20米 要做 大于30米 要做 或者说 没有大于20米 没有大于30米 但是属于不良地质 要做风险评估 没有大于20米 没有大于30米 属于特殊地段 要做风险评估 居住区 地下管线等 没有超过20米 没有超过30米 也需要去做风险评估 好 大家看 我们下边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分为两个 一个是总体的 一个是专项的 对吧 什么时候做专项的 当总体的风险评估等级 达到三级以上的时候呢 是需要去做专项风险评估的 这是个点 来看 总体风险评估的结论 应当作为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 专项风险评估 应当作为编制或完善 专项施工方案的一个依据 不一样啊 一个呢 施工组织设计 一个呢 什么 专项施工方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了 三级和四级的等级呢 风险极高 风险极高的话 需要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所以呢 是作为他的一个依据 他的一个依据 好 再接着 那总体风险评估呢 是项目开工前实施 专项风险评估呢 是在路歉的 分布分享工程 开工前完成 去年刚考的 出现新的重大风险源 或发生安全事故等 用它补充开展专项评估 一样 就问你是否要做专项风险评估 你就看一下这里边呢 有没有危险源 有没有安全事故 如果有的话 就要补充开展 这个地方呢 就要做一个区别了 前面呢 桥梁和隧道的风险评估 均由施工单位负责 而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啊 高路欠边坡的话 总体风险评估 是由建设单位负责的 而专项的话 才由施工单位负责 两者不一样啊 前面桥梁 不管是总体的 还是专项的 都由施工单位来负责 而这个地方的话 总体是由建设单位来管的 啊 内容呢 也是一样 一句 概况 评估的方法 评估的内容 评估的步骤 评估的结论 评估的意见 就消 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样 正点呢 要去记忆 啊 评估报告内容 好 来看这道题 当时呢 有人说了 老师 你讲课 不是说了吗 啊 是否需要的话 然后如果需要进行呢 那何时完成 你不说了吗 人家后面问了 那肯定是需要呀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 那只是一种技巧 对吧 你一定要结合案例啊 人家这个地方说了 哎 这个地方呢 它的评估 总体的风险评估等级呢 为二级啊 几级啊 二级啊 所以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呀 我们说的只是一个答题的技巧 但是呢 一切呢 是以案例里边描述为准 对吧 那如果说问你需要的话 什么时候啊 那肯定是该路欠 高边坡 施工前完成嘛 对吧 好 所以呢 是这样 还有一个公式那个问题啊 确实那个公式的话 到时候呢 一块给大家补录 在那个后边那个里边吧 或者说是我把这个地方呢 单独让他给剪一下 剪一下 然后呢 放到公众号里边 给他放一下 或者说单独给大家说一下 行吧 那个公式的话啊 就是说刚才那个410千 那个公式啊 确实上时间也来不及了 行吧 然后呢 我在公众号呢 给大家呢 专门的重新的弄一下 行吧 这个呢 在上面更加弄一下 然后呢 后边的话 还有一个安全和指标的问题的话 确实讲不动了啊 你要说是那个 你要加一件课的话 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啊 也就几十分钟的事 所以呢 就没必要加了啊 后边的话 也是一些那个比较好说的东西啊 都是那个 反正这个讲义的话 会给大家啊 在那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啊 在公众号上 所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当一个捷克了啊 就当一个捷克了啊 然后呢 给大家说一下啊 下去很多人呢 说你记不住 我再给大家反复的强调一下 行吧啊 给大家调调一下 啊 啊 先先先别跑啊 我先别跑啊 那个因为呢 我们说是那个 就算是稍微这个地方 后面给大家补一下吧 你看也没有多少 对吧 现在的话到这么点了 因为他们也要下班啊 那我们那个 已经算是基础班的内容呢 已经学完了 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提一下一个小要求啊 你不管是你今天考几科 对吧 那时间的话 你给你自身的东西 说我要保几科啊 这个我确实呢 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讲课听完了 讲义呢 一定要看 当然了不是只看 你要怎么办 我前面给大家说了 一定要给他读顺了他 先把讲义上的重点呢 读顺了之后呢 然后呢 再去记忆 在记忆的时候呢 写那么两三遍 写两遍就是你说写三遍比较累 写那么两遍左右 然后呢 在里边的话 把关键词呢 给他重点呢 再记一下 如果说你只看 不读 不写 你肯定是记不住的 啊 肯定是记不住的 然后呢 再辅助你做一些些题目 我们公路的话 没必要做太多的题 在一为一呢 已经给大家配了很多的题目了 对吧 你也没必要呢 再去买题了 反正我觉得市面上的题呢 也就那么回事 对吧 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好题的话 就是历年的真题 历年的真题 这是最好的 做历年真题的目的是干什么 第一个 选择题 它有重复的考点 我们可以呢 检测一下 外加呢 今年呢 可能又中标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做案例题 案例题的目的是干什么呀 让你来看一下 真题 命题老师 到底是怎么来出题的 让你来通过做题呢 来了解一下 命题老师 他的一个出题思路 你不要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模拟题 你就是去做历年真题就行 模拟题里边有瑕疵 不管是谁出的 你包括我出的 包括任何cover比较好的老师出的 他里边呢 都有瑕疵 所以呢 在你做完我们一为一配的练习题之后 如果想要做题的话 就要去做历年真题 近五年的也行 近三年的也行 当然里边因为有教材的一个改动嘛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教材没有的就不用去管了 但是呢 一定要做一下啊 这是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 接下来的时间 好了 真题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那个 在真题的话 我后期会录 因为现在是先赶金奖班 所以呢 真题呢 就放到后面去录 你现在先不要催真题的事情 对吧 真题呢 我会录 对吧 你这个先不要着急 肯定会录的 所以呢 你现在先看书啊 书你不看透 你做题有什么用呀 好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叫做连续式设备的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 跟我们之前的教材呢 是有所区别的 哪一个 他多了一个N 其实上没有这个N的话 反而帮助大家好理解 你想想连续式的设备 指的是我生产这一份材料 是不是从我加热到我出料 他就一次性完成啊 那所以呢 我的生产率是什么 哎 就是每小时生产多少吨 那就用什么 用量 是不是除以啊 时间 就可以了 啊 正常来说的话 生产率嘛 每小时生产多少吨 那不就是哎 用量除以时间啊 不要去考虑这个N啊 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教堂呢 他编文之后呢 反而不好理解 好了 那么量多少呀 我生产一份的量的话 就是我们的GL 对吧 我生产这一份的话 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T 那不就是每小时生产多少吨吗 只不过的话 我们这个GL的话 它是什么 哎 你看 它是一个千克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吨嘛 这下边呢 是除以啊 是不是除以一千呀 而这个T的话 它什么 它是分钟 那你需要把分钟的话 给它变成小时 那T的话 T分钟怎么变小时啊 哎 就是六十分之 T就等于我们的一个小时了吧 对吧 那所以呢 你想想 我假设上边呢 是一啊 下面呢 是除以啊 六十分之T 那你想 T的话 还是保留在 哎 分母的下面 只不过呢 六十呢 上到了分子上去了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是六十 这样就好理解了吧 好 那再来接着 我说了 我们每小时生产了这么多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值 我能不能完全利用这个时间呀 是不能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 哎 加一个KB 这才是正常的半至一份的一个生产率 啊 这个公式的话是比较好理解的 只不过我们教材呢 在反复的改版以后呢 哎 干什么 它多了个N 那这个N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半至N份的一个生产率 那你在做题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一下了 我们在做题呢 先不要去考虑这个N 对吧 我先考虑我半至一份的生产率是多少 一份有了之后呢 你再去重新N 哎 那不就说是我在一个小时里边半至N份它的一个生产率吗 啊 把N呢单独拿出来 哎 这样的话 我们看后面这个地方呢 就好理解了 好 这是我们什么连续式设备的 啊 那么接着往下看啊 1-43-2014 叫做安全事故的报告 这个地方呢 是2019年二件呢 考察了一道案例题 当然二件的话 他在这个地方呢 还考了一个什么 别的科目考了一个四不放过原则 这个呢 是案例题的一个补充题 希望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什么 哎 原因没有查清楚 不放过 人呢 没有处理 不放过 人呢 没有受到教育 不放过 防范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措施 没有落实 不放过 四不放过原则 很重要 啊 他可能呢 会考案例题的补充题 比如说2014年的二件实物呢 就考了 说四不放过原则 指的是哪四不放过原则 予以补充 对吧 你没必要说是把话呢 原封不动的给他写上去 你就是这样 先来想一下嘛 那吧 哎 原因没有查清楚 肯定不放呀 人呢 没有处理 肯定不放呀 然后呢 人呢 没有受到教育 肯定不放呀 还有什么 措施 没有落实到位 不放呀 前面呢 再给他补充一下 好 这是第一个啊 来看一下事故分类及等级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什么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的标准 那在这里边的话 是我们教材新宗的 在教材里边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那什么 有物体打击啦 有车辆伤害啦 机械伤害啦 起重伤害 懂懂 那这个地方的话 会不会考呀 会考 主要来考什么 考选择题 就是我来给你描述一个事故 你来问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事故 或者说呢 也可以考案例题 我给你一个案例背景 问你呢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的标准 在这里边 有哪些容易引起 好 第一个呢 叫做物体打击 指的是物体呢 在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 产生运动 打击人体而造成的人身伤亡 但是呢 我们重点注意的是 不包括什么 第一个呢 什么机械设备往外打的 第二个呢 车辆往外打的 第三个呢 其中机械往外打的 第四个呢 坍塌打的 啊 一定要明白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物体打击呢 如果是发生在这些上面的打击 那他就不是物体打击 那他就不是物体打击 你先等会 我跟你我们先往下讲 然后呢 告诉你 你要做题的时候呢 你怎么来区分 好 第二个呢 是车辆伤害 车辆伤害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在行驶中引起人的一个伤害 啊 如果说是在停的状态下的话 那就不算 啊 不包括起重设备的提升 牵引车辆和什么停止时发生的事故 就停止的时候呢 不算车辆伤害 第三个呢 是机械伤害 设备呢 在运动或静止的时候呢 导致的一些伤害 不包括车辆 起重机械 引起的机械伤害 为什么呀 因为车辆引起的伤害的话 算是车辆伤害 那还再看第四个 起重伤害 指的是起重作业发中发生的几项 就是我正在起雕 比如说这个塔雕啦 或者汽车雕啦 正在施工中 哎 作业中 它是个什么 现在进行时 正在作业 所以呢 发生了事故的话 那就属于啊 起重伤害 你看啊 发生了挤压啦 坠落啦 等等 那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正听就了解了 为什么在起重设备上掉下来的东西 不算物体打击呢 在起重设备上掉下来的东西的话 是算起重伤害的 那在这里边的话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真要考这个地方的话 给你一道选择题 让你来判断一下它到底属于哪一类的事故 我们就来看 它的第一个起始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是在机械上的话 那就是机械伤害 如果是在起重设备上的话 那就属于起重伤害 如果说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其他位置的话 哎 再算是一个什么物体打击 一定要看啊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起因物是谁 啊 起因物要给它判断好 好 再接着往下看啊 触电就主要还包括什么 包括雷击 烟腻的话 它不包括矿山和井下 为什么 因为矿山和井下的话 它下面有什么 有冒底片帮啊 稍微了解一下 烫伤 灼烫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包括电灼烫和火灾 为什么 电灼烫的话 那就是触电嘛 对吧 它是电引起的 那火灾引起的烧伤呢 哎 那所谓火灾 那除此之外的话 你比如说呢 我们正在施工有火焰 对吧 你想我在那烤串 然后呢 这个煤炭呢 把我给烫伤了 哎 这叫做烫伤 那如果说这个煤炭引发了火灾 然后呢 把它给烧伤了 哎 那就火灾事故 啊 就看一下它的起因物 啊 然后呢 你看化学灼烫 对吧 那这些算是烫伤 啊 高处坠落 不包括触电坠落的 从高处掉下来 掉下来的话 不包括触电坠落 为什么 触电坠落的话 那所谓啊 触电事故 就看一下它的起因物 到底是什么 啊 其他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管了 啊 重点把前面呢 这四个呢 给它做一个区分 啊 尤其是我们的车辆伤害 机械伤害和起重伤害 啊 这个起重伤害的话 一定是坐在作业中 车辆的话 一定是正在行驶中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有一道题呢 一块先来看一下题啊 说某桥梁项目 使用了汽车雕 是吗 哎 汽车雕是塔雕吧 啊 或者说是起重机械 为了分别使出来 吊装罪的危险因素 对替车的事故呢 进行了记录 然后呢 下列分类错误的事 第一个 加汽车雕 定那个在吊装的时候呢 因地基不稳 吊车失稳倾斜 一名员工腹部式的挤压 导致重伤 属于起重伤害 哎 你来看一下 这个汽车雕 是不是正在吊装呀 是一个技行使吧 人为什么受伤 人因为是被汽车雕给打伤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属于啊 起重伤害的 没有问题 第二个 汽车雕 开技现场的时候 其后人呢 压伤了一个人 来 有人说了 老师你这个地方 不是正在开技现场吗 那这不也算是 那个所谓的 哎 那个起重伤害吗 我刚说了 是正在作业中吧 汽车雕 那就说明了 这个吊车的话 它是在汽车上 给它拉进来的 对吧 那拉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作业 没有作业呀 没有作业的话 哎 我们说的是作业啊 正在 吊装 作业 没有吧 没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算不算呢 不算 那算什么时候 哎 算是车辆伤害 是没有问题的 哎 汽车嘛 对吧 拉着这个吊车 啊 这个地方的是 它是开技现场 但是呢 它没有重在吊装作业 好 第三个 某汽车雕呢 在吊装材料时啊 撞到了脚手架 然后呢 发生坍塌 来 什么导致的坍塌 是不是吊装材料 哎 谁啊 汽车雕 在吊装材料的时候 是不是重在什么 起重作业中啊 哎 这算什么 这算是起重伤害 好 再来看这一个 在吊装钢筋的时候呢 钢筋绑扎不牢固 钢筋呢 掉落 物体打击吗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正在吊装作业 起重吧 哎 这属于起重伤害 在进行吊载作业的时候呢 站在悬臂范围里 被呢 吊 打伤了 谁啊 哎 也是吊装作业 所以呢 他也是什么 他也是起重伤害 而不是机械伤害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地方的话 就注意一下 哎 他所谓的伤害 所谓的事故的话 都要看起因物 啊 都要看起因物 啊 所以呢 答案呢是选什么 选三四五是错的 一和二呢 是对的 好 那我们再回过去这个地方呢 就是需要大家把前半张这四个呢 重点来给他区别一下 后边呢 就稍作一下了解就行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呢 法规啊 管理 实物都要给大家讲过的啊 正常来说的是 按照生产事故的造成人员伤亡 或经济损失呢 来进行动结 你看 他什么 按照人的伤亡和经济损失来判断的 分为了什么 分为了 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和特别重大事故 那根据什么 根据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掌握住一个顺口溜就行了 死亡的话是 三一三 重伤和经济损失的话 都是一五一 啊 死三个人 十个人 三十个人 三一三嘛 对吧 十人 五十 一百人 一五一 一千万 五千万和一亿元 啊 一五一 在这里边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后面呢 还会给大家讲质量的问题 说安全的话 它是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下限的 就说是你小于等于一千万元啊 没有说要大于等于多少 这个地方呢 没有下限啊 没有下限 没有一个极致点 好 那在这里边需要给大家说的几个问题 是什么呀 第一个的话 要注意临界值 说正好死了三个人的话 算什么事故 算较大事故 往高了走 那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我根据死亡人数判断出来 它属于较较大事故 根据重商人数呢 它属于啊 重大事故 根据经济损失的话 它还属于较大事故 那这个事故到底属于什么事故啊 属于什么 哎 属于啊 重大事故 往高了去走 啊 往高了去走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啊 据说我们反复的讲 这地方就是好判断了 只不过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临界值的一个问题 好 发生事故之后呢 现场有关人员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之后呢 应当于一小时内呢 向事故发生地的安监部门报告 今年的话 二届呢 就考了这个地方啊 案例四最后一问 就问你呢 发生的事故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之后 应当于多久内向有关部门报告 啪的上去都写两小时 说你这不是质量事故吗 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你要看一下他上报给谁 这个地方呢 你再去懂事我们给大家 那个在后期讲题的时候呢 会把那个题呢 给大家放下看一下 人家说的是上报的是安监部门 安监部门管什么的 管安全的呀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小时 当这个县级的安监部门 收到报告之后呢 再往上报的话 那就是啊 两小时了 那就是民报官 啊 是一小时 官报官的话 才是两小时 啊 很多人的话 就这地方呢 那一问两分送分的题 是不是拿不到了 好 情况紧急的时候呢 才可以直接向有关安监部门呢 去报告 原则上的话 你又呢 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之后呢 一小时呢 再去上报 好 这说的是安全事故的报告 那再来看一下指量的相关规定 那来看指量事故 指量事故的话 也是一样啊 是分分什么 一般指量事故 就较大指量事故 重大指量事故 和特大指量事故 在指量事故这个地方的话 记着没有人的死亡问题啊 死亡的话 那就算安全了 好 它是根据三个 一个呢 是直接经济损失 一个呢 是结购物 一个呢 是水运工程 好 在这里面 钱呢 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一五一 如果说小于一千万的话 属于一般事故 一千万到五千万的话 属于较大事故 五千万到一个亿的话 属于重大事故 一亿元以上的话 属于特别事故啊 都是质量事故啊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一般的话 它有个什么 有个下限 说你要大于等于一百万的话 才算是一般质量事故 在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小于一百万 那不叫质量事故 那叫质量问题 好 这个地方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小于一百万的话 叫质量问题 不叫质量事故 除此之外的话 再来看 对于特大质量事故来说 它只有一个钱的损失 所以呢 结构物的坍塌 水运工程的坍塌 跟它是没有关系的 你就不用管它了 好了 那看来 重大事故和较大一般 在这里摆的话 来看 重大事故 如果说带特的 比如说特大桥 发生了坍塌 特长隧道 发生了坍塌 哎 那都是于啊 重大事故 啊 带特的 这是第三个 较大事故 较大事故 就是他不带特 但他带什么 他带高速公路 说高速公路上 发生了大桥啦 中桥啦 小桥啦 发生了坍塌的话 那就属于啊 较大事故 哎 带高速两个字 啊 再来看 第二后一个 一般 一般的话 只是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的 什么中桥啦 大桥啦 小桥啦 哎 发生了坍塌的话 属于啊 一般质量事故 就这样来记关键词 对吧 因为我们的特大事故来说 他没有结构物质坍塌 没有水运工程坍塌 那你不用管了 对吧 如果是特大桥 特长隧道 带特的话 那就属于重大的 只要带特 那就属于重大 啊 第二个较大事故 如果不是特长隧道 如果不是特大桥 但他属于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和桥的话 那就属于啊 较大事故 如果是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的 一般的什么一级公路啦 二级啦 三级啦 等等的话 那就属于一般事故了 就记关键词就行 水运工程的话 大雄水运工程坍塌 属于重大 中雄的话是较大 小雄的话是一般 啊 掌握住关键词 可能呢 会考选择来进行一个判断 好 再来看 发生事故呢 在交工验收前 施工单位呢 进行一个报告 通过了交工验收 到确认责任期结束 由负责项目交工验收管理的交管部门呢 来确定到底让谁去上报 正常掌握住前面 在交工验收前的话 是由施工单位呢 负责上报 好 事故发生之后呢 有关人呢 立即向事故单位的负责人啊 是吗 负责上报的 因为我们前面安全事故的话 肯定是向本单位的负责人呢 去报告 对吧 而我们这个地方说了 质量事故的话 到底是谁上报啊 要么是施工单位 要么是建设单位 要么是管养单位 来负责上报 对吧 他是由有关部门呢 来确定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是有关人员呢 一定要向负责上报单位的负责人的报告 接到报告之后呢 两小时的上报 你还看他上报给谁啊 他上报给交管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 对吧 我们前面安全说的是谁啊 安全说的是安全生产监督部门 你也要把这个部门给他确定好呀 对吧 有人说了 老师今年的话 那个案例提了 他没有死人啊 没有死人就算质量事故啊 你要明白呀 人家报的是安监部门 不是质量监督部门 报纸质量监督部门的话 才是两小时 安监部门的话 就是一小时啊 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好 来看 根据工程质量事故 等级标准下列所述 是重大质量事故的事 对吧 重大质量事故的话 多少啊 想想吧 哎 五千万到一个亿 对吧 或者什么 特 或者什么 哎 大型水工程 有没有 第一个 长隧道 没有带特吧 不管 经济水是三百万元以上 不吗 五百万 哎 不管 然后呢 中小型桥梁主体 没有带特 不管 哎 特大桥 哎 这个算 对吧 所以呢 答案呢 是选D 好 那你来看一下 A和C的话 到底算什么 如果A和C带高速公路 就是高速公路的长隧道结构坍塌 高速公路的叫什么 叫较大事故 说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的长隧道结构坍塌 属于一般事故 那我们下面这个中小桥呢 也是一样 高速公路的中小桥 哎 属于啊 较大事故 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的中小桥的话 属于一般事故 那这个三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的话 那属于一般质量事故 对吧 就这样来判断啊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EV1呢 历时大约呢 是从去年的十一月 对吧 到现在已经两个月 然后呢 到现在呢 六月份 耗时呢 八个月的时间 与大家呢 一块呢 将这个EV1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希望相信呢 大家呢 一切呢 以我讲的重点呢 作为一个复习的依据 我们不要呢 只看书 一定要多读 多写 多背 你也很多时候呢 我做题的时候呢 我不会做 那不是说是你不明白这个点 是你根本脑子里边的 没有把它给吃进去 我们说只有把考点内容呢 吃到脑子里边去 哎 才会真正去做题 所以呢 希望大家接下来复习的话 你这样来复习 首先的话 先把这个句话呢 给它读两遍 或者说是你啊 你都要读一遍也行 你只要给它读顺它 就像我们小学贝课文嘛 对吧 我们怎么去贝课文 我们先把这一篇课文呢 给它读顺了 读顺了之后呢 自然而然的很多东西呢 都可以记在脑子里边了 最早是先读那么两遍左右 当然你说我读三遍四遍 行不行 行呀 只要你把它读顺了 读顺了之后呢 我们来写那么一遍 不要怕写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一件呢 还没有普及计算机考试 它还是手写的 这个写的话 也是帮助大家来训练手感 写完之后呢 脑子里边基本上就有印象了 然后呢 再去默背一下 啊 默背一下 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可以怎么 再默写出来 啊 默写出来 这样的话 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记忆效果 然后呢 题的话 不建议大家呢 去买市面上那么多题啊 那我也不方便 跟大家说的特别的明确 对吧 毕竟我们是视频课 那很多题的话 他都是没有改过来 你比如说某一个 所谓的那个配套系题 对吧 他现在的话 很多是15年的题了 或者更早的题呢 还在那存着 那你说我们公路 都已经改版多少次了 你还留着那些题 有什么用呢 反而对大家背考呢 有所一个什么 哎 有所混淆 你不如把我在EV1里边 或者明师讲义里边 给大家配的题呢 你做熟了他 哎 那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 将近三年的真题呢 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或者呢 你要说我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近四年的 近五年的了 甚至更早的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 只不过在研究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把新旧教材变化的地方呢 给它替换掉 啊 你要了解一下 命题老师在出这道题的时候 他到底是怎么去出的 啊 真题比模拟题 更有价值 这个呢 一定要记住 好 最后呢 祝大家顺利的通过 2019年一级教材师的考试 谢谢